看影片之前,記得訂閱YuYet YouTube 有你們的支持,我們才可以走得更遠 我對你來說很難 我沒有準備任何事,但我只是說出我的心 我對你來說很無聊 我簡直不知道該說什麼 但是簡單一點說就是 我妹妹去到的地方都是充滿笑跟安心 今天我知道是有點困難 Wherever my sister, she's been she will be touched by her infectious smiles and her kind hearts I know it would be quite difficult to behave as such today So I'm gonna keep this really short 所以我會盡量剪短 因為很難裝我快樂跟汹湧 我借用我妹妹以往很愛說的一句話 每次她去演唱會都會說 I'm going to borrow a line from my sister, my late sister, Coco She often used that line whenever she was at her concert 她會說 今天你可以選擇去很多地方 但是你選擇來這裡 所以我謝謝你 My sister would often say this in her concert You would have chosen to go anywhere But today you chose to come here Be with me for that I thank all of you Thank you I thank you Hayır 你不能讓我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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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要說他要害自己的 你呀 你愛我妹呀 我是欣宜 今晚我跟她約了吃飯 就是現在 我很不喜歡她用這些方式來跟我見面 我很生氣我不歡喜 她令我很心痛 我跟她認識大概二十年 可是我們不是常常見面 我們用電話 用寫字 互相的關懷 一直保持到現在 我喜歡她 她對事業 非常的努力 非常的專業 光芒萬色 她對家裡面 是那麼的孝順 她姐妹那麼情深 她對她的朋友 像陽光一樣的溫暖 她真的是一個非常可愛的一個小女生 July 5th It's my daughter's birthday 她選擇這一天的離開我們 她跟我開一個很大的玩笑 我也不喜歡 以後每一年的這一天 我是要做生日 還是要做祭日 她不該跟我開這個玩笑 日子怎麼過 今天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 都是想要 也是特別 來送她最後的一程 所以 我知道她會到另一個極樂世界 去做一個可愛又美麗又快樂的天使 從頭開始 我覺得我跟她的感情 有點像是神交 我不知道你們可以了解 那一種感情嗎 不需要見面 但是覺得我們認識了 一事 兩事 三事 如果她願意 如果她願意 下輩子我也願意跟她做好自己 我相信Coco會喜歡的 對嗎 我希望Coco在天之靈 保佑家裡人 在沒有壓力 沒有是非 沒有困難的情形之下 把她沒有完成的事情 好好的把它體體面面的 把它做好 把它完成 我 珍妮 我女兒 Melody 我代表所有愛她的歌迷 熱愛她的歌迷 在這個地方 送她走這最後一程 希望她好走 我們會永遠愛妳 Coco 我愛妳 Amen 李姐姐們 李姐姐們 親人家屬們 我是Alva 其實我 一直還是不能接受這事情 我自己失去過知情過 我知道妳們很辛苦 我會一直幫妳們祈禱 我從唸書的時候 我從唸書的時候 Coco里兒一直都是我的偶像 我的天后 她唱歌 她跳舞 她的講話 她的一切 我都覺得有一個人可以這麼完美 所以我還是只是愛唱歌 愛跳舞的 一個平凡的學生的時候 我覺得 我妄想覺得 或許有一天我可以像她一樣這樣子 沒有像我夢想成真舞成了唱跳歌手 她是點燃我唱跳的那一位天后 那一位巨星 後來也記得在有一次小巨蛋的後台 我們終於見到一面 她很大聲的 嗨,Alpha 就給我很大的擁抱 她就終於看到妳了 我們聊了一下之後 她跟我換了電話 我心裡已經覺得 天啊,Oh my God 我的女神 從後面之後 她完全沒有任何的距離 對於我 她常常看到我的新聞 看到我的事情 她就會傳訊息給我 她就會傳訊息給我 甚至在我生日她也會傳給我 當我自己 都已經忘記她生日是什麼時候 我記得我們 常常在電話裡面 語音裡面 我記得有一段時間 我在我人生出在一個非常不知道自己人生的方向 自己身心靈都已經很多問號 不知道為什麼我要唱歌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要唱歌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什麼事情到底是上我 就是我已經不知道要做什麼時候 突然之間她傳訊息給我 然後我們講的電話 講得很長的電話 她從那時候開始 幾年前她就一直傳告訴我說 你要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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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I just saw the video You are so talented You are so talented You are so good at dancing you're so good at this you gotta come back and perform 也好,這根本就好了 之後我們也是常常 她就留一個語音說 不管怎麼樣 妳把我當作 我是妳的大姐姐 妳就像我們的小妹妹一樣 什麼事妳都跟我說 我會保護妳 結果我們兩個知道 妳不用擔心 我一定會一直跟你聊 後來 妳知道 我從小就單親家庭 所以我一直是長姐 我一直都是一個姐姐 從來沒有人跟我說過 妳是我的小妹妹 妳把我當作妳的大姐姐 妳知道那句話 聽起來好像很頻繁的 在我心裡面刻下 很重要很重要的這幾個字 也讓我對她開始真的 有什麼事我就找她 真的有什麼事我跟她說 我們彼此把心裡面最深處 不管什麼事都分享 這些我也都會留在我的心裡面 一直回去聽她的語音 在事情發生之後 我一直不能接受 但我只能記得 而且我會繼續做的事 她告訴我的 叫我要堅強 她把她的快樂 跟她的勇敢 一直不斷地照亮給我 我一定要把這個 她的精神一直保持下去 而且 I'll keep on dancing singing for you and shine for you 妳是我的巨星 我永遠的天后的天后 不得的女神 You're my everything I love you 妳在天上做天使 有一天我們在天上 一起當天使見面 I love you Coco Forever 謝謝 直到前天早上 寫了一段 跟Coco告別的事 算是正式地跟她告別 你是來過人間的天使 讓我昏暗的世界 有了清亮的名字 因為愛沒有答案 所以妳的歌聲回音綿長 繼續解憂 繼續安撫 繼續揚散 因為妳是來過人間的天使 兄兄的Coco姐呢 印象最深是 我有一次在坐飛機的時候 那時候還是很親人 然後她 坐在前座 然後非常熱情地跟我打招呼 讓我突然間覺得 哇這個 我心中的偶像 這麼的平易靜遠 直到我下一次跟她合作的時候 她的那種敬業 以及很溫暖 就是很怕招待妳不周的這種 波心 然後氣心 以及她在舞台上用歌聲 以及她的舞蹈 以及她的魅力 讓我在表演上 向她學習非常多 然後真的非常非常難過 這麼早和她分離 所以我會繼續帶著她的精神 然後希望她去到一個她很喜歡的地方 繼續散播她的快樂 她的溫暖 謝謝妳 Coco Hi Farron I miss you 我們 可以算是見證著 對方 一切 成長的 好夥伴 from colleagues to best friends 我認識妳的時候 妳已經是大過女了 唯有開始在做事了 見證著 對方 在事業上的 突破 對方 在 生活上 遇到 困難 的時候 怎樣去克服 互相支持 一起見證著 對方的成長 I miss you and all I can wish for you right now is that you are calm and that you are at peace and that you go to where you should be going and that I will see you soon 今天是我們跟Coco 告別的日子 我怎麼的想不到 會有這麼的一天 要在這裡講出這些話 心裡真的是非常的難過 對於全世界喜歡她的歌迷來說 Coco 天生就是明星 是永遠帶著陽光 笑容的偶像 她的歌曲和她的舞蹈 陪伴了很多人的青春 見證了很多人在人生的故事 我記得她還是第一位 站在奧斯卡舞台上 去演唱的亞洲歌手 這讓我們所有人都為她感到驕傲 對於我們這些親朋好友來說 Coco是一位熱心 熱情善良 關愛大家的好朋友 是一位真正正正的好人 正因為如此 我們才會 這麼不願意接受她已經離開 我相信很多人 都跟我一樣的心情 Coco我們永遠懷念你 希望你在天堂自由自在的 跳舞唱歌 當我們想念你的時候 就會去看看星星 我相信 你一直會是其中 最閃亮的一刻 一路好走 我覺得Coco是一個非常之 sweet 在我人生裡面見過 真是最nice的 一個前輩 我覺得自己很幸運 可以認識到她 還有 可以跟她生命裡面 有 某幾年的交接 可以跟她一起在舞台上表演 可以跟她一起在台下玩 衷心地去祝福她 現在在天堂裡面 已經完全沒有痛苦 可以開心 是真是的愛和平安 是真是的愛和平安 好 好掛著她 好愛她 我只希望我會再次見她 我會欣賞你 你 你永遠是天上最閃耀的那顆心 你的才華有目共睹 你的溫暖感染著身邊每一個人 真的很捨不得你 因為你那堅強笑容的背後 是很多的汗水 淚水淬煉出來的 你留下來的是一個傳奇 是一個無可取代的legacy 生命能夠有你 我們都很幸福 我們會永遠永遠記得你的好 我認識Coco的時候 是在一三年 我跟她還有 韓紅還有位中科一起參加 中國夢之聲這個節目 那個時候我覺得她 非常的開朗 樂觀 熱情 不管是對朋友啊 對我們啊 對工作人員啊 對每一個選手啊 都非常非常的好 那個時候我們就留下了非常深厚的友誼 她真的就像是一個小太陽一樣 照耀著每一個人 當你跟她在一起的時候 你會感覺特別的踏實 特別的安全 特別的放心 她的熱情 我覺得都能夠融化你 就像她的歌聲一樣 後來 我記得我還參加過一個綜藝 我當時覺得她可能不會答應我跟Coco 我說你能不能幫我一下的時候 她真的毫不猶豫就答應了 她說小明你的事情我一定要來 當時我真的非常非常感動 Coco啊 歌后啊 天后啊 當我知道 Coco離開的時候 我真的是 不敢相信 我停在那好久好久 說不出話來 我總覺得這不是真的 我總覺得這是假的 後來當我確認這個消息之後 我才明白原來她真的是 把快樂留給了別人 把痛苦留給了自己 其實她真的 自己隱藏了很多的 痛苦 她可能不想讓家人 不想讓周圍的朋友為她擔心吧 就像我們在節目裡看到的她一樣 永遠都是溫暖的 熱情的 對別人好的 真的好想你像Coco 雖然 你現在已經不在我們身邊了 但是 你的聲音 你的音樂 你的音容相貌 也還是在我們身邊 我們依然還是能夠感受到你的溫暖 放心吧 我們一定會 會永遠記住你的 會開開心心的 啊 也希望你在 天堂 能夠 真正的 開開心心的 做你自己 親愛的Coco姐 現在鬼祥起來印象很深刻的是 當我還是新人的時候 我 第一次在白晶等電梯的時候碰到你 那時候 我很驚訝的 聽到你說 欸小美 哈囉今天錄音嗎 這是我很深刻的印象 就覺得 哇 Superstar居然記得 一個新人小美 那 知道你 離開的消息的時候 非常的 震驚跟不捨 然後 永遠會 想念你那個正面 溫暖陽光的你 然後也謝謝你的音樂 曾經陪伴我們很多 很低潮 很無助 很孤單的日子 希望在另外一個世界的你 依然帶著你灿烂的微笑 去影響另外一個世界的人 想到Coco 就會想到 在奧斯卡頒獎典禮之前 他看著我 就對我很可愛的說 我是第一個Asian 上這個舞台的人 我一定要拼命的唱 拼命的唱 他可愛的形象 還在我的心裡面 這麼一位陽光 人緣那麼好 想像的 這麼好的人 走得這麼早 我們真的是很 覺得很可惜 非常的懷念 Coco 你好好地休息 那 認識了Coco 都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近這幾年 就有很多很多機會和他合作 譬如 我是歌手 譬如 聲聲不息 中文好聲音 等等等等 我認識的Coco 是一個 心理善良 性格開朗 在工作上 每每都是做到100分 做到最好 永不放棄的一個迷人 那 在舞台上 絕對絕對是一個 超級的好拍檔 當然 去年的時候 也都 收到他身體不舒服的消息 但是 我想我跟 大部分的朋友一樣 都是一時間很難接受到 他離開了這個世界的消息 希望 他在另外一個世界裡面 可以 活得開心 謝謝Coco姐 願你在天國的花園裡 開心的舞蹈唱歌 謝謝你 謝謝生命中 讓我遇見了你 願你安息 Coco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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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doctrine lid 謝謝說 謝謝你 Coco在台下为我大声呐喊 支持加油打气去鼓励我 你永远是我们的开心果 你永远是我们心目中最强的Diva 你永远是我们心目中人美心善的Coco 希望在远处的你 可以继续开心地跳 自在地上 做一个自由自在的李文Coco 在知道Coco姐离开我们的某一天早上 我听了Coco姐的歌 音乐摇摆还是让我感觉到美好的希望 我相信爱是永远不会停止的 在这边深深地祝福Coco姐 还有她所有的家人朋友们 想念你Coco姐 我认识Coco 两个三年 我们曾经在同一间公司 华星 我也曾经跟她一起 有一些共同的经理人 在过程里面 我见过舞台下的她 她永远都会带着一个 很真诚 很热情的笑容 让身边的人每一个都觉得很快乐 她私底下就好像我一个妹妹那样 她天真、她涉量 我也都在舞台上跟她一起表演过 我想大家都感受到 我是被她征服了 她从一个天真的小妹妹 变成一个充满力量 已经四座的巨星 这些一切一切都将会在我们的心中 永远不能磨灭 因为你的力量、你的善良 我相信这个世界会更加好 我只顾着你 我爱你 我还很记得 初初认识Coco的时候 就是1992年 我去一个派对的时候 我的朋友说要介绍这个女孩给我认识 她很唱得、很跳得 你一定会很喜欢她 我就这样认识了Coco 她当时是准备要参加新手歌唱比赛 我就刚刚回了香港 也即将要签场的公司 我们之后不久 大家都入了行做了歌手 虽然这三十年来 我们其实没有正式合作过 但我觉得我和Coco 是有一种很特别的connection 我想是因为我们息于微视 其实我们是看着对方起步 看着对方进步 中间这种多年来 我们有起有点有得有失 但我觉得这种缘分是很难得 我很珍惜 我以后都会继续珍惜这份缘分 这次Coco 嗨Coco 我感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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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感到很高的感受 你能感到很多人 你能感到很高的心 我会珍惜你 你会在更好的地方 亲爱的我的女神李文coco 我是你的粉丝Selena 谢谢你带给我们美妙的舞姿 美丽的歌声 你永远在我心中 愿你在另外一个世界 一切安好 自由自在地分享 今天在这个催赐会上 录上这一段话 心情是非常非常的不同 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那是在马来西亚 我们都在各自宣传自己的唱片 那时候给我们周围所有人的印象 客户你是那么的热情 那么的美好 那之后我们经过很多次的合作 每一次合作 我相信都是我一生当中 最难忘的时刻 也是最好的回忆 你在我们心中永远是 美好的女文 美好的Coco 就像我们一起合作那首歌曲 你是我们永远的朋友 我们都会记得Coco最棒的笑容 最棒的演出 谢谢Coco带给我们的美好 Coco一集以来 给我的感觉是热爱音乐 乐意帮助人 所以我常认为 Coco是上天送给我们人间的一份礼物 Coco 你就是最好的 你最好的 保持在安静 其实还没有出道之前 就已经认识了Coco 那时候就听你的音乐 就说 哇 真的是厉害 然后过了没多年 出道之后 就有机会跟你在手牵手 这首歌当中有合作 那今天其实只想跟大家说 也想跟你说 We miss you 我们知道 其实你现在在一个 更好的地方 You're in a better place We miss your soul We miss your heart We miss your music We miss you 从音乐的角度来看 Coco李文就是天才 我们在Sony Music 做同事的时候 我有幸跟他多次 录音 排练 同台演出 甚至还见证了 他筹备他的台北 市立体育场演唱会 那是1998年 但记忆忧心 对我来讲 那是很重要的学习 一场大型的演唱会的 整个制作过程 从乐手到舞者 灯光到音响 甚至特别来宾 Coco还邀请了澳大利亚 男团自然主义来台湾 跟他合唱了他的主打歌 默默爱你 四个外国男生 唱了整首中文词 我记得我在台下听得 哇 鸡皮疙瘩都起来 体育场成千上万疯狂粉丝 爆满的 虽然Coco个子不高 但他一站上舞台 就是一个巨人 我现在都还是觉得很神奇 他的气场 怎么会这么强大 Coco不单教了我大型制作 让我有更大的野心 更大的表演欲 更是教了我小小的细节 例如有一天他在办公室 他帮大家买了很好喝的饮料 他给我一杯 我尝了一口 哇 怎么这么好喝啊 这个是什么 然后Coco就用他那个 很阳光的声音说 Starbucks Mocha Frappuccino 啊 我还在想 他在讲意大利文吗 你看 因为星巴克 就是1998年进入了台湾 他第一时间冲去帮我们买 我永远会记得 Coco给我买了 我人生的第一杯星巴克 从万人演唱会 到买一杯咖啡 Coco就是能够touch your heart 这是他非常特别的甜分 而且会永远传递下去 在粉丝们 在朋友们的心 Thanks Coco God bless you Always 在巅峰之眼里 你是代表我们 Faron Faron you will always be one of the most inspirational female vocalists of our generation and I miss you dearly I'm so blessed and fortunate to have met you before I even got in this business and to work with you and perform with you it is just something that I'll keep in my heart forever thank you for all the wonderful memories I love you God bless you 我曾经跟Coco姐合作过一首歌 然后觉得自己的创作可以被一个这么美好的人所演唱 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如今那些歌那些音乐都还在 世界好像继续的运转 可是在我们心里我们都知道世界已经不一样了 那我觉得就像我写的歌名 如今每一天都变成了想念你的夜 希望这样的想念在我们心里可以让我们成为更美好的人 然后谢谢Coco姐曾经带给我们的美好 然后我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我在教会长大 所以我记得非常清楚 每次到教会周日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会在中午的时间 在MTV台等待着 播放当时最火红的音乐作品 当时就有一位歌手 一位女歌手 真的震惊了我们全家人 她就是李文老师 我记得当时 唱着好心情 在海滩 然后非常热情 非常活泼 然后唱唱非常的国际 所以当时就非常非常的震惊 因为在亚洲我们很少可以听到这样子的音乐人 这样子的歌手 所以从此 Coco老师在我心中就有非常重要的存在 然后到我长大之后 19岁入行 然后很有心的能够多次的跟Coco老师见到面 当时就非常非常的激动 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后台 然后Coco老师就问我一个事情 首先他先跟我表达了他对我的一首作品 这首作品就是你 他非常喜欢 然后他也问了我问题说 这首歌的意境是在说什么 他想跟我确认是否跟他心中所想的一致 然后我就跟他分享 当时我们就聊得非常的开心 因为我非常非常非常感动 就是从小这么崇拜的故乡 竟然在跟我聊我的作品 然后说很喜欢我的作品 我印象非常深刻 那一次是我第一次跟Coco老师 这么敞开的去聊很多东西 然后我们一起吃宵夜 一起在长沙吃小龙虾 冬油拌面 然后很开心很开心的是 Coco老师也在节目里面 演唱了我的这首作品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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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动 在之后的日子 也很有幸地 能够跟Coco老师 继续在舞台上面更多的合作 后来我们也一起 一起唱了 沃湖长龙的主题曲 也多次在舞台上面 有很多的合作 谢谢Coco老师给我们 这么多美好美好的回忆 非常感恩 我相信Coco老师 他现在在另外一个世界 他已经是无敌 无敌了 所以接下来的日子 就让我们后辈 齐曲帮老师来传承他的精神 他的音乐 他的热情 他的做人 做事 他的大爱 他的一切一切的美好 都永远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谢谢老师给我们 这么美好的记忆跟回忆 然后祝福现场所有的朋友 Coco老师的家人 还有所有Coco老师的粉丝们 祝福大家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 开开心心 然后不要让Coco老师担心 我们都很好 希望你只有一个没有悲伤的地方 谢谢你总是带给我们 这么阳光 这么乐观的一面 谢谢你总是笑口敞开 谢谢你出现在 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会把你的这份美好 延续下去 并在心里面 永远的为你祈祷 希望你现在 依然是那个爱笑的天使 我爱你 我爱你 我认识Coco姐是2022年的心心不识 那时候我和各位前辈第一次见面 都非常紧张 那之后和Coco姐打招呼的时候 她就走了过来 给了一个很大的拥抱给我 那时候是非常受宠若惊 还有那种感觉是非常温暖的 我到现在我还记得 那Coco姐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之专业的歌手 还有也是一位非常之正能量的人 她在任何时候都开华大线 然后在私底下也都很关心后背 还有都非常之有爱心 虽然我和Coco姐认识的时间 并不是说很长 但是她的为人 将会成为我未来学习的榜样 虽然她现在并不是在我们身边 但是她依然都会在我心目中 做她自己喜欢做的东西 还有我时常都会幻想 我和她一起唱歌跳舞的样子 那最后我都希望 她可以在另外一个世界上 我想对Coco姐说的话 其实我就不在这边说了 但是我真的很希望 所有的人都可以知道 她是一个非常善良 然后充满热情 而且非常有正面能量 并且很愿意提醒后背的一个天后 她在我心中永远都是那一个温暖的天使 希望大家永远都会记得她 Coco想告诉你 我永远都会记住你 想念你最美的一面 最可爱的一面 永远都记得 我们所有女队在长沙 最开心的时间 希望找到你自己的一世界 做自己 很快乐地做自己 Coco从一个 洋溢着青春活力的美少女 一直衰变到国际巨星 这一路上 我只记得她的好和她的笑 我想这也是她希望我们记住她的部分 其他的都不重要 哈喽 姑姑姐 我跟你的一个缘分啊 其实来得还蛮奇妙的 因为呢 那个时候我有很多的烦恼 有很多的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的跟别人去倾诉 然后我就主动地去找到你 我说 姑姑姐 我真的有很多烦恼 我不知道该找谁去聊聊 我可以来找你聊聊天吗 然后你恶话不说 就说 OK 有什么烦恼 你直接跟我说 其实 那个时候你是一个大前辈 我是一个在歌唱事业 刚刚开始的一个无名的小辈 然后你很主动 然后很热情地 去帮我去解决我的难题 其实真的很感动 我觉得我能够认识到 你是我人生一个很大的荣幸 在深深不息之后呢 我一直跟你说 哇 姑姑姐 我要去找你 我要去跟你合唱 我要找你合作 我觉得上天对我是非常好 让我很幸运地 和你有一个 在荧幕上留下来的舞台 这次其实让我更加地感受到 你那个太阳般的热情 你也让我知道 我应该要怎样去对待舞台 怎样去对待歌手这个身份 现在你变成一个星星 我希望 每次我以后的表演 你也会看到 我也会成为你心中 那个你会骄傲的弟弟吧 再见了 姑姑姐 亲爱的 姑姑 你在那边都还好吗 一直没有机会跟你说 你就像是我一个 很亲密的战友 我一直都很欣赏你 对于唱歌和表演的坚持 你的歌声 就像天使 为这个世界带来了许多的色彩 今天我想跟你说 你留下的所有的美 一切都是永恒的 而且永远美丽的 我们不会忘了你的音乐 更不会忘了你 请继续当个开心唱歌 开心表演的天使吧 相信 Coco姐始终都是华人音乐的骄傲 而她的离开 是我们华人歌手的 一大损失和遗憾 真正的离开是遗忘 而你在我们心里 从未离开过 谢谢你带给我们的温暖 以及笑容 天堂上从此多了一位美丽的歌手 Rest in peace Coco Coco的离开 不只是家人 朋友们的遗憾 也是华语音乐 最大的一个遗憾 让我们记住他的笑容 记住他最美的音乐 我想大家都 公认Coco 是我们华语乐坛 华语乐坛里面 一个非常非常有实力的成长 他离开很明显是 我们华语乐坛的 一个很大的损失 而且他太年轻 太年轻 祝你平安 Coco 我们都会尊敬你 你舞台上的风采 你的歌声 你善良的心 会永远留在我们心中的 嗨 Coco 我希望你在那边 一定要快乐 开心 那对于我来说 你永远都是那颗太阳 温暖着我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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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